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节乔社新闻,我是胡新平 来自于美国的消息,为了要欢庆中华民国建国百年 来自于全球各地400多位的乔胞朋友 飞抵到了檀香山来参加百灵星船圣火首然大会 乔委会的副委员长薛胜华也特地到达了机场 来迎接吴委员长以及来自于各国的乔胞朋友们 大家都以无比兴奋这样的心情来参加审会 高级百灵星船欢迎牌 身穿先皇背心的志工们一早就在檀香山国际机场热情等待 准备迎接来自全球各地参与盛会的乔胞乡亲 包括乔选立委李明星 华侨总会理事长武士文抗地 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乔团代表都陆续抵达 乔委会副委员长薛胜华也特别穿上花衬衫欢喜相迎 我们在乔委机场接待了来自四面八方 有四百多位的乔胞大家都很兴奋 我们当地的这些乔胞也非常的配合 我们当地的办事处更是矛盾全力 我们来欢迎我们乔胞 当乔委会的大家长吴英义委员长一笔达时 欢迎的花圈一个接一个送上 热情的阿罗哈也从四面八方传来 谢谢乔胞的热情让吴英义委员长笑开怀 也和大家一同可以留下珍贵的回忆 这次卡斯坚强的文化访问团 有芳芳 高凌峰 小亮哥 明华园戏剧团等 爱国艺人及团体 大家抱着感恩与回馈的心情 要为乔胞带来精彩一百的表演 其实我们要带来就是台湾朋友 对侨胞的这份感恩 因为其实台湾的这么多年一直在发展 其实就是在各地的侨胞因为在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变成能够来为大家表演 来凝聚大家对台湾这份同胞的感情 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有点使命感 这次在美国檀香山 举行的百灵行船首然活动 超过400多位侨胞共襄盛举 主办单位也特别安排夏威夷传统舞蹈 迎接长途跋涉的乡亲 新快的月身加上优美的舞蹈 为大家打足气加满油 准备迈开活力一百的第一步 台湾宏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檀香山采访报导